HELLO 大家好 今天畫觀眾一個反饋 首先是就一個Benz的LOGO 那首先我就上網打一下Benz LOGO 然後把這個圖片給下載了 下載以後我就直接倒進來吧 我們把這個圖先給鎖定一下 鎖定一下以後吧 就這樣 我們要一個中線就可以了 中線以後我們就這裡 有一個地方要提前縮一下的 等一會就搞定了 就是一個那個倒角的問題 倒角的問題真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線給拉出一點 再下來呢 就這個先刪掉 好 那差不多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先隱藏一下 再下來我們把這個給 鏡像 再進行一個 我們把終點給打開 再下來 好 那這裡就是 鏡像完了 啊 不是 旋轉正列完了 再下來 換成的中線 同樣的 那這樣子我們所有的線稿都 具備好了 然後這時候把 奔馳的一個線稿 我們先給把 把多餘的線給剪掉 然後這時候就算是完成了 好 然後全選上這些線 F10 這樣子 好 終點了 是吧 再把這幾個線給補上 其實也可以把剛剛的線剪切 但是剪切那個步驟 操作起來比較繁瑣 個人不太喜歡用這些功能 然後往上拉 全選上 立體這裡 能看得到吧 這時候應該是可以 呃 補面 重複這個步驟 直到那個 收的面給補上 對 這個步驟比較繁複 呃 本身建模的確實 就是一個很 枯燥的一個 呃 怎麼說 一個 工作吧 我覺得 算是工作嘛 也能這麼講吧 好 這個 再來一遍 點一下機條 把下面這個底也填滿就OK了 好 好 那這時候把所有的 面給連接上 再把那個底圖打開一下 這時候我們需要這樣子 呃 這樣子 因為我們三個打開嘛 所以它左手還是平行的 好 再下來的話 我們就 找一下我們這條線 在哪 在 呃 我們 往上看 好 在這 哎呦 真的是 你看 這個 控制點還是不會管 你看 能不能不要再給我打開這個 控制點了 好吧 看來還是要 要麼不行就只能說這樣子 用工具來解決吧 個人還是喜歡說可以 一邊拉的這樣子一個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對好位置 我開了三個 你們可以再改一改這樣子 好 那這樣位置對準了 把後面這個底也給補一下 連接一下 連接一下 算是完成了吧 這時候這個圖也可以 哦 好的 又是這個問題 大家看到了 就是Wino新的版本 說實話 沒有 可能是我不適應吧 但是 我認為它 真的沒有以前 那麼出色 我覺得它 好 但是它還是要好上手 這個是不用自已的 但是它這個 新的操作 邏輯吧 我覺得 怎麼說 呃 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好用 我覺得 然後這時候 把這個 單軌路徑 給放暗一下 那這時候就OK了 我們回去看一下這個圖 好 它這裡是有點欠進去 它在內側的 是在面上面 那我們也跟它一樣這麼做 那這裡是填屏的 那填屏 不一定可以倒腳 以前我講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Wino不要讓它整個面貼面 它跟工程軟件不太一樣 呃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把這個線全選一下 把它放大一點 呃 讓它欠進去 就更 欠的更深一點 因為它不是整個一個接嘛 對吧 我們可以這樣子 這時候 把這個給隱藏一下 給你們說一下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沒辦法解決 呃 即使你用SWoniverse 這個角 也是沒辦法倒的 呃 現在是可以 你看 但有時候中間的這個部分嘛 它會是一個破面 呃 這時候我打一下一個 0.2 0.2 0.2 OK 那這樣子 0.2 有有 不會吧 我接滿壞了 還是 我看一下 這個又可以 奇怪 OK 再來 0.2 呃 這裡應該要一次性選 然後這裡看到了 呃 已經是一個破面了 就是說它幾個一撞在一起 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 呃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這個 所以就 對 這時候0.5 你看這時候一次性倒還是OK 但是 反正就是一看起來 也是怪怪的 反正就是 也算順這樣子 看在Render那個狀態下 但是吧 就對 反正就最多只能這樣子 沒辦法說做得更好 或者怎麼樣 好 那這個腳 我們就算倒好了 那這個的話 只能說自己去解決了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再下來 我們把這個 背景盒給 把這個本身的也給 拉出來啊 本身的這個環啊 然後這個環給你擦一下 然後把這個給往上拉一下 三個關一下 對 好 那這時候 我們讓它嵌進去 然後並急 好 那就一個Logo算是 呃 完成了 就是這樣子一個奔馳的一個Logo 當然這個線 呃 我這樣肯定畫出了 你們可以按著那情況給 調整一下 對 好 那一個今天視頻就到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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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